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课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两本上一期是讲的第五个动作和第六个动作 摇头摆尾 去心火 双手攀竹 顾胜腰 摇头摆尾 去心火 这就是上一词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要去这个心火 因为现在大家的火气都太旺了 人心很浮躁 遇到一点事就压不住心火了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呀 修道就是修心呀 修道即修心 就是要修一个平常心 平和的心 善良的心 要做到忍辱不辨 华言不争不争啊 所以你看 庄子 道教就是老庄哲学呀 庄子你看说的这句话 井蛙不可与海 下重不可与冰啊 欲为大树莫于炒正 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心火下降 心火下降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大 他才能有多大的事业 心胸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他的事业也才能有多大 所以一定要做到忍辱不辨 华言不争 这就是心性的修炼 心性的修炼 所以说 摇头摆尾去心火 降出心火 那么 第六个动作 双手攀竹 顾瀉腰 练持肆炸 这也就是我 上一次讲课 我也说过 每次我练这个拔的筋啊 感触都很深 你看这历代的高道 把这个养生 就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医学 为人处事 和道德的教义 融合到一起啊 都融合到一起 你看 第六个动作 就是练肾战 练的是肾战 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那肾战就是先天之本 先天之本就是肾战 被誉为是什么呢 生命之根啊 身体能不能健康 能不能长寿 先天之本就是肾战 所以第六个动作 所以第六个动作就是 很好的练习这个肾战的 这个动作 那么练习这个养生方法 练习养生功法 守在于精气神 精满了气才能足 气足了神态的旺 精气神 所以根本就在于精 那精是怎么来的 上一次讲的时候你讲过 就是通过我们日常 就是通过我们日常 所吃的各种食物食品 把它的营养转化而来的 所以说这个饮食养生啊 是道教这个众多养生法 当中的一个独特的一种养生方法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食疗学 就是饮食之道 饮食之道 所以黄帝内经你看 上面就说呀 安身之本 一之于食啊 就是饮食啊 不知食以者 不足于唇生 你都不懂得饮食之道 还谈什么养生呢 所以饮食之道啊 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 在千万种的这个 各种食物食品当中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五个方面 上一次讲过 就五个方面 五股眨眼类 各种蔬菜及水果类 各种肉类及海鲜类 各种豆类及其字体 各种动植物的油脂 即调味品 这是所以是前半分钟的食物食品 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五大类 五大类的食物食品啊 又都具有什么呢 死性 温热寒凉 事情 这种食物可能是温性的 那种可能是两性的 所以我们读的这个饮食 要知道它的性味 特别是我在喜欢吃的这些东西 我要了解它的性味 和我的身体 有的时候身体不太好 和我的病症 它是起了一种 相和 还是相反的作用呢 所以这就叫做一饮食之道 一饮食之道 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啊 就说过 人老 腿先老 人老的时候 你看 这老人 走路的时候 步履蹒跚 颤颤巍巍 经常说 你看这老人就是 脚上没根了 什么叫没根了呀 就是气下不去了 气下不去 气弱 所以它在颤颤巍巍巍 走起来是摇摇晃晃 就像喝醉酒了一样 这是因为是 气下不去 其实啊 手 也是如此啊 也是如此 你看这老年人 他老的时候 手啊 在不停的都摇晃 轻微的摇晃 拿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想用力 他用不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气力气力 少气这无力啊 气不住啊 为什么咱们练习这个八字里 一段前后 这是气的主要 就是在通过调性 以气补气 气质有余啊 都是少气 少气无力啊 所以就是通过怒目 为什么 串权怒目正气怒目 不是真的让我们发火动怒啊 而是有这样一种意识 有这样的意念 是吧 往往你看在这种 啊 用力怒怒人争的时候 啊 他的气力是非常出的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 有的人很瘦弱 啊 就像一个小鸡子似的 那么瘦弱 但是呢 一旦发火跟别人打的时候 两个人拉都拉不住 这就是一发火的时候啊 气力都会增加 那我们这个不是真的发火动怒 而是有这样的意识 有这个意念 啊 串权目 为的争的是什么 争的这个气和力啊 有气了 力才准 就是刺激的是我们末少神经 刺激末少神经 第八个动作 你看 背后七点 百病消 背后七点 那练这个功法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说 哎 他为什么不是六点 啊 为什么不是八点 背后七点 背后七点 七点百病消 这就是实际的道教这个 数数美 道教对这个数字 还是很普世的 叫数数美 一三五七九 为技术 这个九是最高的 我们经常说九五至尊 九是最高的 称为什么呢 老阳之数 阳数最高的 但是道教在做事的时候 就是不将就过度的过好的完美 因为物己必反 所以不追求最高 追求什么 次阳数 以七 那么七就是最好的 你看提到这个七 道教就是什么呀 南斗助生 北斗助死 南斗助死 北斗助死 南斗 北斗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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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背后七点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独 以同造化同工啊 以独人寿啊 就与天地 同受与天地同工啊 背后七点 它通过这个七点 一个是刺激 大扰的神经 同时啊 对我们这个五官七窍 你看这个高尚玉皇 我看《新一妙增商》 就说 七窍像中的那种 翘翘光明啊 圣顺圣月 照耀身体 所以就是通过这些 背后七点 通过这种 刺激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 对我们的五官七窍 神经系统 都起到这种震动作用 刺激它 也同样就是 这种气血更好的 这种运行 这种循环 那么我们这个养生 我们这个养生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 这个形体的断言 身体的形体的断言 和丈夫的条例 五章六章 丈夫的条例 善时的搭配 隐私养生 要还要顺应 世纪节日气候的变化 促使我们的生理心理的阴阳平衡 保证 身体 及生命质量的健康和提高 这就是养生的目的 那么提到这个养生啊 第一借口就是说 道教啊 从古至今 就是众生 乐生 养生的重要 这是道教的核心教育 就是众生的乐生 养生的 所以在道教的这个经典 科医 教育 在这个当中啊 到处 处处就体现出 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出来 比如说早期的经典 黄金内经 现在我们一提到黄金内经 都会说 这是医学经典 其实是早期到家的经典 它最早不是说如何治病 它是预防疾病的发生 为什么说 最典型的一句话说 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 不治已乱 治未乱 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 这种道教养生 道教养生 道教养生 所以黄帝内经又称了什么呢 启黄之术 启黄之道 启黄指的是谁呢 启就指的启伯 是古代的时候一个高道 启黄就指的是黄帝 启黄后 启黄蹭 ds目 启黄 启黄 我们都知道 《黄帝iling道》 《向后的女人证》 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黄大帝宇》 位于圈寧 在《神若之后 TED Falun 就是 пут quest 一问一答 如黄帝就问这个起过 说是 余闻上古之人 春秋皆都百岁 而度骨不衰 今死之人 这不然也 年半百 顿骨戒衰者 时时亦者 人将尸子也 什么意思呢 就问这个起过 上古的这些人 都要活个百把十岁 身体都还很健康 所以现在的人 为什么都还年半百 就是都要活几十岁 为什么身体也不行了 有的甚至都爽了 这为什么呢 死那变了 还是人变了 还是人失去什么 这就像起波温道 所以起波 我呀就告诉他 善古之人 知其道者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思音有节 起居有长 这十六不知 四句话 这就是道者的核心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何于数数 思音有节 起居有长啊 这十六不知啊 就是这个养生的核心 当作养生的核心 同时也告诉皇帝 同时也告诉皇帝 所以现在这个人 今次之人 都是以酒为价 以妄为差 勿快起心 逆于生乐 古人的话 喝点酒 诸如性 表示一下这样的情意 现在的人把酒看成什么呢 穷江玉业呀 建了酒中为命啊 那个不是表示表示了 现在的表示跟以前的表示不一样 以前的表示少喝一点 现在的表示 表忠心也好 表感情也好 感情是一口闷哪 一大杯就下去了 都以酒为价 以妄为常 你说这人实地人好吗 我们都知道酒 喝的少 少是良药 喝多了呢 喝多了就是毒药啊 你看喝酒 出车的人多少啊 喝醉酒来以后 不但酒能乱性 喝酒喝的时间上 身体能好吗 多少人喝酒都喝死了 酒精能中毒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以酒为价 以妄为差 勿快起心 逆于生乐 明明这样的苦作 对身体不好 知道 甚至这样做 对生命都会带来的力量 只要我高兴 能寻找刺激 什么都不管了 所以起步就是 这种生死之苦 而的生死之业 这种道德之名 而清道德之行 这就是知道这个道和不知道这个道的区别 这就是起步向皇帝回答他的这句话 回答他的这句话 那么刚才说的这四句话 十六个字 法语阴阳 那么今天这一节可能我们就一会儿啊 主要给大家减肥养成天地阴阳变化 第二个呢就是和于数数 什么叫和于数数啊 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讲过 道教的养生方法 养生功法 是千亿万条 非常之多呀 有的是外动而内进 有的是内动而外进 你看有台西 调息 倒影 有站装的 有大裹的 有动静 相义之法 有坐卧 屈身之道 在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更多了 你看 一天 台起 风靡事件 是吧 八三级五千系 所以这种养生方法是非常非常之多呀 非常非常之多 这叫和于数数 要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病症 不同的这种喜爱 我喜爱什么样的一种运动 有喜欢动的 可能有喜欢静的 不一样 但是任何一种养生方法 只要你能够行之得法 持之以恒 每一种养生方法 只要你能办到这个区处 对身体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都能够去病延年 都能够去病延年 所以这叫和于数数 是因有结 就刚才咱们谈的一业与十字道 各有幸味 任何一种食物各有幸味 为什么说这个千千万万种的食物食品 把它分为这个无达类 又具有无畏 酸甜苦辣咸无畏 无畏又足无障啊 无畏又足无障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就是 在没有病的时候 要做到什么呢 紧和无畏 才能不对筋肉 不能说我喜欢吃的 我就天天吃 不爱吃的我一口不吃 它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什么呢 营养过剩或者是营养不良 一定要紧和无畏 但是你身体一旦得病了 那就应该要稍微注意了 就要稍微注意了 从五胃 足五丈的层面来说 为什么说 脾胃有了病 少吃酸性的食物 他这个大家记住少吃 并不成效的 不吃 营养就说过 你不吃这种幸福的食物食品 可能对你这个丈夫有好处了 但是呢 其他的丈夫也得不到这方面的营养 就会对其他的丈夫带来这种不健康 营养不良 拿不到这种充足的营养 肾脏有了病 肾脏方面的疾病 少吃甜性的食物食品 当然了 酸性甜性 在各种食物食品当中是最多的 非酸即甜 甜性酸性 食物食品是最多的 肺脏有了病 就少吃一些苦性的食物食品 苦性的是最少的 只有几样是苦性的 腊性的也不多 肝脏方面的疾病 就少吃一些腊性食物食品 他这些也不太多 心脏有了病 咸性的就少吃一些 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 失因有结呀 你有知道哪一个他的性格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去调理 为什么这个千金方当中 孙世苗大真人 他为什么对一般五十四种疾病 进行了施疗血的研究 如果我就吃什么就治什么病 进了施疗血研究 这就是饮食之道 饮食之道 随人有结 第四个就是起聚又长 起聚又长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就是要养好一个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该起床的时候起床 我们经常说的 这就是一种良好的一种 一种生活习惯 因为病是怎么得的呀 我们都讲过 五劳七伤啊 五劳七伤啊 酒卧伤气 酒若伤肉 酒占伤骨 酒行伤筋 酒酒事伤血 五劳七伤之症啊 人怎么得的病啊 有很多我们就是说就是坐出来的 就是坐出来的 其实我们一天到晚坐的时间就太长 从早起一起床 吃早饭 吃早饭坐着 上班下班你看都是在坐车 到单位办公室还是坐着 中午吃饭下午上班 回来之后你看吃饭也好看电视也好 一天到晚都是在坐着 所以一天就坐的时间都是太长 平均起来 就是从早上七点起床 到晚上十点睡觉 可能大概的是坐在十个小时左右 当然有些工作是例外的 那是特殊的 正常情况下 我们坐的时间太长 坐的时间太长 所以很多病是坐出来的 因为坐的时间长了 气血不能上下贯通 其实人体就是靠着气血的运行 身体健康不健康 就是在于气血的运行 是否正常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 身上筋结扇 体内百病稍 百病消 它这个筋结怎么形成筋结 我们以后来讲 就是和气血寒烟有关 就是运行不差 所以你看这些时候是这个 这是这四个方面 法与营养 和于数数 心有节 起居有差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 得病 第一个是和什么有关的 就是和气候有关 天气的变化和气候有关 和我们的情质变化有关 我们也讲过 这个五楼七伤 当中 七伤 就是指的 七情所上 喜怒哀乐悲苦惊 在七情所上 六欲伤以外 七情三嫩 它直接伤的是我们的战复 和饮食有关 和睡眠有关 和睡眠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得病的多 这和睡眠有很大关系 到睡觉的时候 不睡觉 睡觉是最好的一种 养阳气的方法 养阳气的方法 晚上睡眠好充足 养阳气 就能很好的生发 人它那种精神 身体也才能强迫 到睡觉的时候 不睡觉 该养阳气的时候 没有养起来 因为不睡觉 反而好养 损好养气 你看现在我们有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报道 年轻人为了玩游戏 一直玩游戏 连续几天 猝死了 这就是阳气耗尽了 为什么你看 我们在第一节课 讲的时候就说过 阳气就是我们 生理功能的原动力 阳气越充足 身体就会越健康 阳气不足 人就会生病 当阳气耗尽 人就死亡 所以这就是 身体健康与否 就是看体内的正气 阳气吃不中毒 得病了 身体得病了 那就是体内的阴阳外气 齿小鼻掌 它就是齿小鼻掌的两个方面 阳气中毒 邪气者不能干 阳气弱 邪气就会趁虚而入 就是齿小鼻掌 所以这就是养阳气 养阳气 睡眠就是最好养阳气的方法 所以到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 不要到睡觉的时候 养成一个不养的习惯 不想睡 一早到两三点 久而久之 把身体就会整垮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病是治早的 病是治早的 一旦早上病了 一看得病了 又把自己给吓死了 有很多人得病 他死了都吓死了 又吓死了 一听着等着这个病 精神一崩溃 本来是好好的 我想在我们村 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 在地里面干活 储地干活呢 邻居开着车从这儿过 说别干活了 走不和我一块到县医院 咱们体检一下去 说亲戚在那儿都给安排好了 这一停就行 安排好了 不用花钱 提点提点 霸橱 种地的霸橱 都在地上一放 坐上车就去了 一检查说 要你这病不行 有癌症了 这一屁股坐到地上 没起来 坏了 就直接住院了 又没有出来院 就死了 吓死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人就是 没病的时候 喜欢找病 有了病 承受力又太弱 所以说得病并不可怕 得病并不可怕 天地分阴阳 人分阴阳 战俘分阴阳 任何食物食品 任何疾病 也都分阴阳 就是一阴阳 为什么经常说的一句话 病怕寒凉 病怕高温 什么意思啊 病为什么怕寒凉 任何一种病 见到寒凉 它必然加重 任何一种病都是如此 虽然有的说 虽然有的说 我得的这个病很大 跟寒凉没有关系 大病 是由小病引发的 小病可以诱发 各种 不可预承的结论 为什么要说病怕高温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病有寒气 是病就寒 都是寒凉引起 只要是高温 它就能把气血给化开 就像现在我们说的很多病 脑梗了 心梗了 这个梗那个事 什么叫梗啊 就是寒凉国度 就是寒凉国度 天气一转凉 鹿可以结尾霜 寒击而冰 能承到这个冰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冰冻三次 肺一致止寒 它就是由小 一点一点的 形成了最后的一种大 重的疾病 所以任何一种疾病 根源都在寒凉 所以为什么你看 古人写的三个寒问 叫病有寒气啊 根源所在 根源所在 只要你知道 病怕寒凉 病怕高温 体内这要是阴平阳密了 达到平衡了 肯定就自然消除了 所以你看这个 就提到这个法语音阳 这就是道教的传统阳生 和道教的传统医学 法语音阳 音阳在天为阳 在地为阴 在天形成了什么呢 气候称为是六月 就是什么 风 寒 湿 热 灶 火 这就传统到六月了 最可怕是 风寒湿 这些都是邪的东西 在地 就是大地 自然生成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 华朝树木也好 江河湖海也好 崇山峻岭也好 这就是大地上 自然生发出来的这些 把他归纳起来 以什么来代表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 五行 来代表它 这就是我们传统说的是 五欲六欺 天地二欺 一阴一阳相互交干 三夜 是应重的 春温 夏热 长夏湿 秋照 东寒 又 entertain 更快 华 春节 液 擠 蔓 秋天就是束縛擂擂 但是到冬天的時候 又開始萬物收查 這就是你看《黃碧內經》上面書說的 陰陽是時者 萬物之中時也 死生之悲也 逆之之災害生物 蟲之之沉刻不起 所以就有這樣的道理 陰陽是時 春夏秋冬 它就用氣候的運行 它就用氣候的變化 它既能夠生長萬物 同時它也能疏殺萬物 可是我們能感覺到嗎 能感覺到嗎 我們自己不知道這方面 所以感覺不到 所以萬物都知道 它就用氣候順應自然的規律 在生法 就像今天就是這樣 天氣開始冷 而且還陰雨綿綿 天氣都開始冷了 如果你們出門還穿得很薄 就像小女孩出去海 穿著凸鞋露個肚臍 天氣而二 你說這身體會好嗎 身體不會好的呀 這就是什麼呢 得病都是人長的 自找的病啊 這就是逆之之災害生物 只有蟲子順從 適應萬物的生長 才能沉刻不起它 所以這就是讓我們必須要順暢和效法 只有自然的規律運行 才能少得病不得病 所以關於提到這種 你看那種分寒治病這塊 最輕的是什麼呢 感冒 我相信大家 可能是每年都會感冒 一吃兩吃 可能有多有少啊 都會感冒 感冒是怎麼得的呀 經常說的就是偶感風寒 經常說的偶感風寒 這就是風寒所引起的症 風寒是引起的感冒是最輕的病症 最輕的病症 重的病 它能誘發各種級別啊 比如說 面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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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神經癱 口言歪邪 往往就是著急起來以後 一照鏡子 自己嚇到自己一跳 不認識自己了 這是誰啊 不認得了 這是怎麼得的呀 這也是偶感風寒啊 這也是偶感風寒啊 這也是偶感風寒 所以不要說我們看到別人口言歪邪了 看到別人添灘了 感覺到這是他們的事兒 跟自己沒有關係 其實只要我們能夠 得感冒 就能夠添灘 都是風寒 所以你看這個 管理提到這個風治病那塊 在這個經驗上就說 風寒所在百毒所上 把這個風寒看成比毒藥還甚大 所以黃帝內經上也說 虛邪賊風必知有識 今生內守並安處來 把這個虛邪賊風 把它看成是賊風 有的把它看成是隱風 就是邪隱的隱 非常可怕 隱風 所以那麼偏灘 面部這個 經絡受到這種血氣侵入 它怎麼來的 這就是你看在這個 道德有一個經典叫 林書記 善文就說 氣血虛 經絡不通 真邪相恭所至 真邪相恭所至 這個面灘 現在是怎麼那麼多呀 用這個電風扇 用電風扇 對著自己吹 總覺得是天氣熱對著自己吹 在房間 現在都不用電風扇 都用空調 夏天天熱的時候 把空調調的溫度很低 晚上睡覺的時候 蓋個棉被 把風調開的很低 都是良氣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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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風 良氣 四海之情 那個偏灘是怎麼來的 那道德有一個經典 叫 《單挺人人玄灘記》 這本經典上 就是偏灘是怎麼來的 就是偏灘是怎麼來的 也是說 氣也 這是說 左半身癱瘓 是氣血虛了 死氣造成的 右半身癱瘓是怎麼來的 氣血虛 失灘也 一個是死氣 一個是死氣 一個是失灘 什麼是死氣啊 在醫學上 我們經常聽 氣智 氣欲 氣地 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叫 差氣吧 聽說我差氣了 稍微不足以用力幹活 知識不正確也好 一種差氣了 就一個差氣 都很難受啊 打一個噴嚏一躺 晚上睡覺 翻身一躺 就一個差氣 就需要 正常一點 七八天 氣慢慢慢慢 暈化 化開了 它又不打了 但一旦形成死氣了 就麻煩了 這個死氣相當於什麼 比如冬天 這個水果當中的水 都結冰了 水還能過來嗎 裡面都結冰了 水還能過來嗎 我不來啊 都得用高溫 你看以前水管 冬天 天天都看到了 架一堆火在那烤那個水管 裡面結冰了 必須用高溫 把冰一點一點的化開之後 它就能出水 那要是在你的這個 身體內部經絡和氣血 要是也形成死氣 怎麼辦 也是一個道理啊 所以你看看 只要是偏瘫的病人 手都是涼的 因為氣血過不來 都是涼的 有知覺嗎 它沒有知覺 坐在那裡看 都在那兒出手 都在那兒出手 它沒有任何知覺 這叫死氣啊 這叫死氣啊 右半人探訪是師痰說起 什麼叫師痰 清的時候是寒涼 在體內 寒涼它可以轉化為師 這個咱們還拿一個感冒來說 平時都沒問題 一旦感冒的時候 為什麼經常磕痰 有痰啊 有鼻涕 平時沒有 這叫風涼啊 在體內轉化為師 成了凝聚而痰 凝聚成痰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腦筋也好 心梗也好 一檢查 學活變窄了 血液粘稠了 凝聚成塊了 是怎麼 就是石痰硬 就是石痰 就是痰塊硬 使其過重運氣 這就是寒疾而兵 寒疾而兵 它還能運行過來了 運行過來了 所以這些只有靠高溫 就這些任何重運都怕高溫 都怕高溫 都怕高溫 只要體內的威度生法高了 為什麼我們練這個的時候 就要求什麼 調息、筆氣、導引 讓它生法這個熱量出來 你感冒的時候 你想讓它出汗 容易嗎 因為它體內有寒涼 你看你想讓它出汗 不容易啊 為什麼出不了汗 體內有寒涼 等你開始讓它寒涼 開始熱能熱量生發了 把寒涼排出了 你才能發汗 所以只有熱能熱量生發了 你才能排汗 所以每天讓它排一點汗 排排汗 對身體是非常好的呀 所以我們練這個八正經 又通過這個調息、筆氣 它的功能又在於此 就是要生發熱能、生發熱量 就是要讓它化解 化解這種寒、涼 往來排這個詩 往來排這個詩 所以你看《道教經》 有一本叫《牢牢行言》 上來就說 風者百病之原也 它指著這個風 其實就指著風寒時 當然了 熱、照、火是六月 夏天可能是熱呀 秋天可能是照啊 它對身體 它對身體 傷害都是很大的 你比如夏天太熱的時候 你天氣是熱的 你站到太陽底下去 去幹活的 你看 曬得頭暈 甚至是中暑 它同樣傷人呀 同樣傷人 但是這些 相對來說 很快就過去了 怕的就是風寒時 並來乳山倒 並去乳抽獅啊 你要想把這些寒氣實際可以排出來 很慢很慢 很慢 所以這個需要我們每天去練 養生就是這樣 不是說我得了病了 我才想到養生 那就麻煩 養生為什麼說 勤快的養生啊 它在手上 隨時在做 懶人的養生是在嘴上 是光說不戀 光說 跟別人說 自己懶得戀 所以為什麼這個 這個仙真經上面就說呀 賢人善事 喜畏畏之令 聚為亡之火 禮為發之病 什麼是賢人善事 真正聰明 有智慧的人 你要是練自己的身體都 都不在乎 連生命都不在乎 還能稱得上是賢人善事嗎 還能稱得上是 有智慧的人嗎 所以這個西山記上面啊 也這樣指出 雖自養生之禮 不知養生之法 這修也無厭 雖自養生之法 不誤養生之道 這修也不常啊 所以既要懂得這種養生之道去如何去做 還要懂得養生之禮 就像我們講的這些 通過學習這些 我了解了 我認識到 比如氣候的變化 對人體的傷害程度 我知道了 我以後我知道了 我應該這麼做 首先要效法陰陽變化 天氣冷了 我還能穿這麽蛋糕嗎 要效法陰陽 這就是法與陰陽 何與數數 四音有節 起居有長 所以養生之道啊 它就基於什麽呢 生命在於運動 生命在於運動 所以就提出這樣的一種概念 流水不服 互屬不渡啊 水為什麽清澈 那是因爲它流動著它才清澈 若負絕坑深水 則臭灰之吉他 如果你弄成一灘石水 它還能清澈嗎 它就不會清澈了 很快就變成一袋臭水 所以微木在野 蟲切居也 蟲切居焰 馬不行 這腿直 車不架 而直繡馬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身體是否健康 這就是一個是我們要懂的這些養生之道 養生之力 同時我們還要每天去做 所以養生你說複雜嗎 它並不複雜 每天只要我們 情緩隨手在做 不是說我的 一次我要運動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個禮拜我就覺得 一、兩、十、兩、十 但是每天都在做 隨手在做 隨時在做 我一有時間 隨時行力坐卧 皆是養生啊 它不是說我只有抽出半天的時間 我才養生 那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講的 最後這一節課 最後講的這一節課 最後兩個動作 串拳怒目 蒸氣力 背後七點白病消 七個動作和八個動作 下面我們就開始來練一練 好 大家站起來 好 我們現在來學一學 這個第七個動作 串拳密密 正起 幹出這個動作的時候 讓大家注意到這個 拳出拳的方向 它不是向正前出的 也不是向一邊斜著的方向 斜著的方向 身體的重心 是在出拳的這個腿上 身體這樣站著的 在出拳的身體 力量 在這個腿上 然後你往這一邊來的時候 身體是在右腿上 它斜著出去 身體寫得出 身體寫得出 不要像 一邊不要像賺錢 寫信 寫錢 寫錢 我想給大家做一下 示範一下這個動作 看一下 調息 閉氣 然後開始倒影 大家一定注意 呼與息都要知道 細 微 長 不要猛 呼往心 大家注意 啊 好 這樣才是個完整 完整的動作 一躲一躲 一定要注意 細 微 長 要用力 用力 激一下 打出去 好 第八個動作 這個 就 腳呢 與雙肩 五環就行 這個就不用 肩 很寬 就可以 這個大家做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什麼 特別是 雙腳跟著地的時候 腿不能卸勁 不能一蹲腿 腿彎 不能彎 腿是垂直的 而且 周身是放鬆的 但是 一定要做到 腿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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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要做到 就是什麼呢 帶方向 腳跟和地面 落的同時 要把丹田氣給呼出 在別的動作當中 都是什麼呢 氣不微長 微度之 最後一次 需要把丹田的濁氣呼出 而且要猛呼 把丹田氣 通過震動的同時呼出 比如說 你看 這樣就 咕噗 咕噗 把它呼出去 不要咕噗 這樣不響 一旦 用一呼出 把丹田當中 濁氣呼出 好 我再給大家示範 你們看一下 往下震動的同時呼出 關鍵是前往飄 不能彎 一彎就彎 所以在震動的時候 大家到時候可以試一下 你沒有呼的那一下 你只是震動 你會感覺大腦 震動的頭頭 是不是 不呼的話 你會感覺 震動的頭頭 因為刺激的是身體 就像我們說的腦震動 過度震動 有可能腦都震動 所以通過這雙燈 把濁氣呼出 它是刺激的是我們的大道神經 和我們要蹊蹺 這個神經的這種刺激它 這樣的話就是 對我們的身體 對我們的五丈六腑 氣血的運行 就好了 特別是在震動的時候 我們的聖明先天之北 我們的聖經 就從腳跟上過來 通過此 你能刺激到我們的聖長 好不好 好 風浴 風浴 聖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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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